今天来看一下迪欲乐吧 之前测的都是命格 来看一下它的星盘 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一下事业爱情 它是九二年六月三号 几点呢不知道 因为星盘对于几点的要求更高 几点中往往代表的是上升星座嘛 没有 反正姑且听之吧 就按这个来讲了 首先看一下它的太阳嘛 就我们经常所说的 它是什么星座呢 是双子座 刚好是太阳水星金星都在双子座 所以双子座的这个能量是比较强的 代表双子座的这种特征啊 也比较明显 表示它有极强的表达能力 有沟通能力啊 善于与他人交流 在人际关系当中啊 能够取得比较好的优势吧 也比较适合在公众面前展示自我 对于当演员啊 媒体人啊会比较的有利一点 因为双子座本来就代表沟通嘛 而且是比较亲近的人呢 身边的人呢 这种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再看它的月亮吧 月亮是在地 应该在巨蟹座吧 应该是在巨蟹座这个位置 这表示对于情感的需求啊 会比较的 这种情感 包括亲情爱情友情啊 对于情感的这种 会比较的敏感 容易共情 也比较重视家庭关系的 特别是和母亲啊 因为月亮本来也代表母亲 巨蟹座其实也代表 它的这个母亲的公位嘛 对于母亲的这种 会更加的亲近一点 相对来说吧 对于这种家庭啊 也会更加的重视啊 营造比较浪漫的 或者是比较的温馨的 这种场景吧 再看火星 火星是在在这边啊 火星是在白羊座啊 那白羊座本身 就是一个火象星座嘛 那对于它来讲的话 就是比较有利的 就是说敢于追求啊 精力充沛啊 在工作上呢 勇于挑战自我啊 尤其是他的职业啊 对于这种娱乐圈 更加的适合一点啊 因为娱乐圈的话 本来就是竞争的嘛 展示自我 如果说是比较佛系的 什么都不管的 比较的这个 呃就是那种比较沉淀的 不太容易的 就是不险山露水的 这个不太适合 因为火星嘛 就代表的是这个 奋勇向前啊 在娱乐圈的话呢 相对来说会更加的适合点 个性来讲比较好一点嘛 这个行业竞争之列啊 白羊座本身就是领头羊的意思啊 要争先 敢为人先嘛 那再看这个木星和土星嘛 呃 这个是木星 土星 它的这个相位啊 木星和土星的这种相位的话 嗯 在这种责任感啊 或者是在人之 也是在人之关系吧 哦 这个好像没有交合啊 但是 这两个 星星的话 分别来看 呃 对于这种人之关系 尤其是在社会发展当中啊 那会相对来说 画会比较的有利 为什么 因为木星代表的是幸运吧 就得到他人的照顾啊 体贴啊 呃 这个 喜欢啊 木星是幸运的代表 土星呢 刚好是一种磨练啊 或者说苦 不能说苦难吧 一种这个障碍嘛 但总的来讲 他没交合就代表这个 苦难不会放大 相对来说 这种幸运的成分会更加的高点 啊 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在人之关系当中啊 呃 能够被认为是一个 就是说 要责任性的人 或者说可靠的人 自然而来也能受到他人的照顾啊 呃 再看这个火星和海王星的火星 呃 和海王星的这个 哦 这个是有香味的啊 那火星和海王星的话呢 呃 强就比较的 这种香味比较强烈了 呃 呃 这表示这种 对于个人转型 因为火星本来就代表突变啊 或者说转折 海王的话就是 呃 个人的想法 啊 这想法就想到的就去做 也就代表说这个 呃 在于危机 或者说在这种 呃 转折当中的承担的这个 角色呢会更加的这个明显一点 啊 敢于突破自我啊 啊 就像之前比如说演戏的 现在可以 哎 他去唱歌了 类似的就是这种转型 比如之前是跳舞的 现在我去呃 呃 改去这个呃 表演啊 都知道他是 之前好像就是舞蹈吧 学舞蹈出生吧 没有啊 就是什么舞蹈忘记了 就应该是学舞蹈的 就是 总 总是能在这个 机遇当中展示自我 为什么能够抓住机遇 而且是这个转型啊 啊 这是挺好的啊 啊 那再看这个冥王星吧 呃 冥王星的这个影响 一般来讲 相对来说 这个 这种 嗯 想法啊 冥王星就是和双鱼座一起的 呃 冥王星代表的是这个 人的这种思绪啊 比较多头善感吧 夜深冷静嘛 这个好像也没什么啊 很正常啊 那整个盘来讲的话 对 他的天 天赋展示呢 应该是在这个 呃 表达呀 沟通方面也比较好的 这个天赋 情感也比较适逆 也比较有这种折论感啊 啊 就是所谓折论感就是说 可以 他可以自己当老板 也可以自己做主啊 展示自我嘛 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嗯 好 这个是一个大概的 或者整体的一个 呃 状况吧 呃 再细看一下这个 事业啊 那事业的话 主要是以太阳水星啊 就是他的行动 工位来讲 啊 都在他的这个 这个双子座上 啊 太阳水星 金星嘛 刚才讲的 表达能力啊 沟通能力特别强啊 而且双子座赋予他的这个 是一种多变的思维和 适应性嘛 那只能能够在工作当中 展现自我的这个才华 这个才华多数是口才了 呃 呃 比较出色的展示自己 呃 呃 整体看在事业当中啊 就是能够有一定 创造能力 有吗 哎 创造能力的话是看木星的 木星是幸运 他同时是在这个 呃 这个 是指 啊 处女座上吧 处女座上代表的工作是 是比较细腻的 比较细致的 自然而然 这个 就是比较严谨嘛 严谨的态度 能够让他克服这种 乐观 特别 就像木星是个乐观的信仰 自然而来 呃 对于这种盲目啊 或者说太乐观当中 就能够避开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呃 情感的需求啊 刚才其实也讲了一下 从 多从 呃 从这个感情 呃 角度来说的话 刚才讲了 比较有 强烈的这种家庭观念 啊 嗯 嗯 富士公 富士公是空王的 啊 那自然而来 晚呗 啊 大概都是如此吧 啊 也这么一个呃 情况 呃 对于感情 爱情的话 多数是在 啊 爱情 看海王 看海王 火星的这个相位 火星和海王星的这个 这个相位的体现呢 呃 情感当中呢 过于的理想化一点 啊 对于爱情呢 有抱有幻想吧 也不能说抱有幻想 就相对来说的话 会感性一点 那感性一点 嗯 在 就所谓的这个 呃 独特的性吧 啊 能够适应到这个伴侣 这个适应到伴侣的话 多数是那种比较有特点的 比较有特色的 什么特色呢 啊 就不是说长得帅啦 特别有钱啦 怎么样了 可能某一方面吧 有一定的特质 啊 这个就不好说了 嗯 呃 能够适应到这种 不一样的人吧 这不一样的 可能是年龄偏大一点的 抑或是说 他某一方面特别强的 而不是说只是单纯的 只是长得帅啊 有钱这个可能 呃 和大多的不太一样 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啊 大概这么一个 呃 情况吧 好 这是从轻感来说 啊 从未来三年啊 未来三年啊 是木星的影响啊 那代表在第四公 啊 第十公是在这个位置吧 啊 一般来讲的话 事业是有个快速发展 因为从年龄段来讲 已经到了一定的这个 这个算是 呃 一定已经有一个高峰了 但未来三年呢 对他的这个事业 呃 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 会比之前来说的话 会有更好的一个前景 啊 就是过去积累的这个 这个 因为木星本身就是说 对过去的推命牌来讲的话 就是过去积累的东西 在更上一层楼啊 这挺好啊 啊 当然也有土星的影响吧 土星是这个 刚才讲了是 苦难啊 或者说磨炼呢 啊 阻碍了 出现 那代表 这个困难 应该有一点点 但是这个 你刚才讲了嘛 木星和土星 它是没有一个交合的 那自然而然 这种困难是能够跨越的 啊 不至于说 啊 影响很大 导致说这个 事业受影响受损了 不能前进了 不会 虽然有 但是能够平稳地度过 啊 这个 这么一个情况 你困难也能够磨炼嘛 啊 还有这个 啊 冥王星的这个影响吧 啊 冥王星在这边啊 冥王星的影响的话 嗯 就刚才所说了 是一种突破自我 改变就是转型嘛 比如之前是以这个 唱歌为主的 可能转成了这个拍戏 或之前是拍戏的 那可能就是 转型成了其他的 这个角色 这就是扮演的角色 可能是幕后的啦 或者说导演啦 类似吧 就是说这种职业的上的 这个变化 会出现 啊 就是过去一定会 和过去的这个工作的一个 重心呢有点差别 未来三年吧 呃 哪一年就不好说了 反正只是具体的几点都不知道 只能大概这么说下 然后从爱情来说 呃 未来三年很明显 会开启新的新的恋爱吧 这个新的恋爱指的是这个 就是明显的能够 让别人能够知晓的啊 能够能知道的啊 公开的啊 官宣的 自己愿意的 而不是说这个特特摸摸的 或者说这个 不容易察觉 就反而是能够体现自我的 这个需求的 只能够是被别人所知晓的 这个情感吧 那会不会有分离呢 有啊 啊 月亮和这个金星嘛 金星代表的是这个爱情嘛 啊 金星和太阳走在一起的话 自然而然就有的时候 太过于强烈 什么叫强烈呢 情感的这种诉求啊 啊 比如说对于另一半的要求 啊 过高啊 但是过高指的是相对来说的 呃 展示这个不同啊 就是现实和这个 理想是有差距的 就会导致分离吧 所以刚才所说的这个 这个婚恋来的晚 就应该是婚姻来的晚 啊 另外是 按理说是不缺乏的啊 这个明显这个 公文是发光发乐嘛 只是说可能是不稳定的那种状况吧 有的时候看上去好像有 呃 但是可能是有一定的交集 但没实质性的这个突破 和某一个人啊 某一个这个 呃 男性吧 嗯 但我认为啊 为了三年应该能够 能够 知道 官宣 甚至于走向这个婚姻的这个 内部 啊 啊 总的来说吧 未来的这个三年内啊 这个事业会迎来一定的这个发展 这个明显的啊 事业发展一个没问题啊 过去的这个积累的 能够更上一层楼 在爱情的话呢 会有新的能出现啊 精心嘛 这个推运来说的话 应该会有些新的恋人 新的能出现 这个新的指的是这个 之前不认识 或者之前交流比较少的 这么一个能出现 嗯 嗯 嗯 有机会 走向婚姻的殿堂 啊 回合新的人 就之前 没什么交集的能力发展 而不是说这个过去的 啊 谈了设计年的走到最后 这个可能性不大 嗯 好吧 就讲到这里吧 希望他顺利的 嗯 只是个人的一个分析啊 你要 要 要 你们 没有 vivid